影片開始之前 先介紹給大家一款 日式RPG遊戲《傳奇四葉草》 已經在Joel Land焦輪平台上玩得到囉 故事講述千年前 封印邪惡魔物的深淵大陸 如今開始浮現 玩家將扮演住在世界邊垂地帶年輕人 使用父親的遺物 居然召喚出聖女貞德等香噴噴的 歷史人物妹子 要跟他們一起踏上冒險的旅程 遊戲將RPG戰鬥方式更加簡化 只要一個格子就能改變戰況 你可以編列自己喜歡的戰鬥隊伍 使用自己的戰術 簡單點擊就可以進行戰鬥 超級適合苦於操作的頭腦派玩家們 並且戰鬥後來還可以提升個美少女們的好感值 現在《傳奇四葉草》還正在舉辦 2022年末2023年初特別活動 除了有特殊登錄獎勵外 還有期間限定角色登場 焦龍平台還有更多繁中化的日本遊戲 如果你已經滿18歲的話 焦龍網頁右上角除了有神秘版本的按鈕 可以給你使用之外 還有更多遊戲等著你去發現 想知道更多人可以掃螢幕的QR Code 或是資訊欄連結去看看喔 這期的黑馬動畫作品 《孤獨搖滾》第一季在前陣子完結了 也讓不少人燃起想學樂器 想組樂團的熱情 應該大部分人都知道 多年前也同樣掀起樂團風潮動畫作品 也是從同樣製作公司方文社出來的 但比起每天喝下午茶快樂玩音樂的 《孤獨搖滾》講述的是更寫實的玩樂團過程 所以製作主在動畫當中也放了非常多 跟現實連結的彩蛋 今天這支影片就要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孤獨搖滾》裡那些你可能沒發現的彩蛋 哈囉大家好 是卡子蹦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 那些動畫背後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孤獨搖滾》 《孤獨搖滾》原作是2018年時 由作者冰露金在方文社四個漫畫上連載的作品 冰露金本人是龐克搖滾樂團 Asia Comfort Generation 台灣翻譯雅西亞功夫時代的大粉絲 這個樂團大家簡稱為Ajikan 他們曾經唱過《火影忍者》、《鋼紫煉金術師》、《死神》等人氣動畫的主題曲 主唱《厚騰正文》也和台灣樂團滅火器合作過 你或許有聽過他們的歌 而《孤獨搖滾中團結樂團》四位成員的姓名 就是從Ajikan四位成員的名字而來 《厚騰一禮》對應到樂團主唱《厚騰正文》 《山田良》對應到樂團貝斯手《山田貴陽》 《喜多玉帶》對應到吉他手《喜多見戒》 《一地之紅下》對應到鼓手《一地之劫》 而且也不只這樣 每位角色的設定生日也都是Ajikan成員們的生日倒過來 像《小孤獨》的生日2月21號 就是《厚騰正文》生日12月2號倒過來 以此類推 另外 在劇中《厚騰一禮》的綽號叫做《小孤獨Botsi》 而《厚騰正文》也有另外一個名字叫《Gotsi》 是他在進行個人活動時用的別名 除此之外 《孤獨搖滾》12集的動畫 除了第8集叫做《孤獨搖滾》外 其他的集數名稱全都對應到Ajikan的作品 像是第2集 《また明日》 對應到歌曲 《それではまた明日》 第7集的 《君の家まで》 對應到 《君の街まで》 其中最特別的是 第1集的 《ゴロガル墓地》 跟最後第12集的 《君に朝が降る》 對應著同一首歌 《ゴロガル墓地》 《君に朝が降る》 而第12集的編尾曲 也是由小孤獨的 《生幽青山極能》 所翻唱的 《ゴロガル墓地》 《君に朝が降る》 做結束 這首歌的歌詞大意是在說 如果可以 我想改變世界 但我連在你面前 展露笑容勇氣都沒有 不斷失敗 跌倒 然後再爬起來 為了克服這些障礙 所以決定不斷嘗試 這樣的歌詞內容 超級符合小孤獨的心境 連作者也說當初在想小孤獨的歌時 他就決定是這首了 而當初製作組在決定最後一集的編尾曲時 讓小孤獨來翻唱 原本只是眾多提案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但後來覺得 這樣除了可以回收第一集片名的伏筆以外 再來就是 RTK那邊很爽快的答應了製作組在劇中 使用他們歌的翻唱 所以最後我們才看到了 在小孤獨的歌唱中 結束了這完美的孤獨搖滾第一季 也恭喜 冰露金老師最新成功啊 劇中我們可以知道小孤獨在網路上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吉他英雄的身份 時常拍攝吉他Cover影片大有名氣 但你絕對想不到 現實中真的有一個叫做Guitar Hero的帳號 這部漫畫在2018年連載 製作組在2019年就開始布置 在推特上設立了一個叫Guitar Hero的帳號 並且ID後面還是底線0.221 0.221就是小孤獨的生日 在這支帳號上面除了用小孤獨的風格來發文外 在2019年8月還發了一支Cover影片 而Cover的歌也不是別的 正是RTK的名氣李賴斗 並配上很明顯就是小孤獨的照片 下面還有網友留言 哇好厲害這首歌在文化季上演奏超嗨的 然後Guitar Hero就回答 我知道我也跟朋友一起在文化季上演出一起嗨過 現在這支帳號的真實身份也逐漸被大家知道 追蹤數已經突破6萬 只能說製作組藏梗藏三年真的超用心 而除此之外 官方還特地推出吉他英雄之路的企劃 找來小孤獨的深憂青山吉能 從最基礎開始學習青春情節的吉他 讓他真的能成為吉他英雄 而不得不說青山吉能學習能力很快 而且在企劃中也能感受到他的認真練習 非常期待之後如果要像Keyong一樣舉辦實體演唱會的話 四位生優們都能露一首啊 在《孤獨搖滾》所出現的歌曲 有不少都請到著名的音樂人來寫 像是樂團卡納布魂主唱《谷扣衛》 唱過金捷巨人片尾曲《惡魔之子》的《通口愛》 樂團的《The Peggyz》的主唱《吉他沙拉友侯》等 而在劇中也有許多至今現實中日本樂團的彩蛋 像是在小孤獨房間壁廚內的台報 上面印著《Hakobon》 後面那樣的原型是《Kanabon》的第六張單曲《Nandemonetari》 右側是第三張單曲《Fruedrive》 又或是小孤獨包包上掛著的胸章 分別對應著現實的樂團《Superbeaver》 《Cleephive》 《The Chromanions》 還有Lifehouse Starry內一堆海報都是至今現實的樂團 而店長一地之星哥的電腦內 寫著8月出源樂團後不明朗內 Macaroni Pencil很明顯對應到的是樂團Macaroni鉛筆 還有綠黃色蔬菜就是綠黃色社會 喔對 劇中的Lifehouse也是真實存在的 這是位於夏北哲知名展演空間Shelter 如果看片尾感謝名單會發現出現在取材協助當中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小孤獨在去上學途中經過的便利商店 是位於金澤八景的Lawson 不過很可惜的是 這間Lawson最近要收掉了 店員還很可愛的在店外貼了一張公告 上面寫 這裡好像會變成動漫聖地了 不過很可惜我們要關店了 那為什麼劇中會選在金澤八景這邊呢? 因為Archikang的成員們就是在關東學院大學內認識的 而校區就在金澤八景車站附近 第六集的標題是八景也是Archikang的歌 那集裡面小孤獨路邊演出的地點就在八景 只能說真的感受到了滿滿冰露驚老師對Archikang的愛啊 而除了動畫內有許多部分的至今現實外 漫畫首頁也都對應到許多經典日本樂團MV的畫面 像是有 Cana Boon Frederic Cleave Hive Sakana Couchon Fujifabrik Ratwips Tokyo Jhen Macaroni 鉛筆 Akai 公園 My hair is bad King Gnut 甚至還有這幾年的新團Chilling Beans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有沒有你喜歡的團喔 在第八集中團結樂團正要舉辦第一次的Lifehouse演出 但第一首的吉他與孤獨與藍色星球卻狀況百出 主唱感覺沒開嗓 樂手我們的節奏不在同個軌道上 在看這集的時候真的很佩服製作組在細微的地方都做得很細心 否則劇中歌曲製作的三井綠狼跟鋼春弦老師在訪問中說 這段要製作出失誤的段落花了非常大的功夫 因為這段演出的影像要使用動態捕捉 所以音樂要提早錄製 而當初這段設定是小孤獨的吉他跟良的貝斯沒有太大問題 主要是鼓手鴻夏的節奏跟主唱喜多有時候吉他會出錯 所以他們在鼓手錄完正式的版本後 請他在帶入緊張的感覺錄製一種出錯的版本 而喜多的聲優長谷川玉美則在錄製角色台詞的那天 途中突然聽到導演說 接下來要錄製唱歌的部分囉 讓他在完全沒有準備跟練習的情況下 直接在配音室裡面開唱 最後才成功錄到這個失敗版本的吉他與孤獨與藍色星球 因為他們如果要錄製歌曲的話 會到另外一個專業錄音室 所以你在第八集中聽第一首跟第二首喜多的表現 真的是明顯的有落差 而出錯版的樂手伴奏也在提交之後才錄製動態捕捉影像 我當初在看的時候也驚訝 為什麼可以把這種微小又無法忽視的失誤做得如此成功 真的將整個樂團緊張感營造得很棒啊 最後要講到我整部最喜歡的段落 也是最喜歡的一首歌 若能畫為星座 在最後一集中於文化季中登場 這首歌的歌詞完全呈現小孤獨跟喜多之間的化學效應 他們兩人因為彼此的關係才會待在同個樂團內 也在彼此的身上找到自己缺少的那一塊 光是那段歌詞唱著 真好啊 你被大家所愛著 才不呢 我一直以來都是孤身一人 就能感受到波喜多真的太棒了 波門 再來要講到從第一首才不會忘掉 開始就一直埋下伏筆 小孤獨的吉他出問題 從中間他嘗試轉弦頂 就能聽到弦因為緊繃而叮的一聲 不得不說這部細心的地方真的很多 像小孤獨副歌的部分第一弦斷掉 我們在背景的音樂中就直接聽不到他的吉他彈奏聲了 接著喜多為小孤獨稱唱 然後小孤獨集中聲智 利用玻璃酒杯滑音solo的部分 有多讓人驚豔就不多說了 這讓我感動的地方 就是原本小孤獨要solo的段落 因為吉他斷弦而沒辦法彈奏 這件事在台上另外三人一定也知道 因為你仔細看 可以看到梁跟紅夏兩人互看後點頭 原本應該要在solo完直接進bridge的地方 他們三人很有默契的再次重複了一次這段樂劇 讓小孤獨可以完成他的solo 看到這邊我真的是直接哭出來 對一個樂團來說最大進步昇華莫過於此 在台上的團員光是眼神交流 就能知道彼此之間在想什麼 這種默契的配合也是玩樂團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地方了 最後小孤獨完成他的solo 鏡頭特寫到他仰頭鬆了一口氣 這個畫面真的太美 這個嘆氣真的太細節 這部作品真的太美好了 而且在動畫完結之後 負責這首歌編曲的三井綠狼老師 也拍了一支吉他cover影片 在副歌時他也特地準備前子 把第一弦剪斷 然後裝作苦惱的樣子 接著拿出一樣的玻璃酒杯 重現動畫中的內容 可以說孤獨搖滾不管是戲內還是戲外 都讓人感到滿滿的驚喜 而團結樂團實體專輯也在最近開賣了 一發售我直接登頂 孤獨搖滾真的是2022年最棒的禮物了 看完之後讓我好想買效果器 只能說這次孤獨搖滾帶給我的感動 不亞於當初的Keyong 想當初我就是因為Keyong 才喜歡上日本動漫 喜歡上吉他 喜歡上音樂 可以說我現在在這邊做影片 就是因為受到Keyong的影響 才開始這一切 希望孤獨搖滾在這之後 也能感動到更多人 影響到更多人 你對孤獨搖滾又有什麼樣的心得呢? 最喜歡哪首歌呢? 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聊聊吧 最後別忘了每天吸引毒喔 我是Kazbong 波門